天气预报重要吗 能问出这个问题 都会热门话题 可见 有些人是觉得它不重要 有些人疑惑 它到底重不重要 可能在它看来 也许没那么重要 它会产生疑问 但是在古代 首先 非常重要 因为古代以农工文明 主要家里边的 男工女支 都要靠天吃饭 说今天下雨 明天不下 你倒是可以歇一天 但是长期 说今天雨水多 那么我种什么地 种什么东西 可能会有所选择不一样 那这段时间 那主要是雨啊 风也会有 那我就提前能准备的 准备好 咱们对地提前做一个处理 包括出门啊 遗嘱啊 很重要 而且农民很多啊 一看天 或者体感一感觉 就知道 就知道 这个天会不会有异常 多半指的就是狂风暴雨 风跟水嘛 所指的火就是热 炎热的天气 晴天也不是都好啊 大太阳一晒 在夏天 在正午 那人也受不了 然后就是地 地火水风 这四个 那地是什么 地震 这就是非正常的 非常态的 特殊情况 现在呢 你看日本 一些地方 经常地震区 那么他把地震 打得就很深 他也要做一个筹划 整体这方面了解 其实天跟地 它是联系的 那经常地震 其实也就天灾了 他这方面 防御就比较好 那特殊情况 大家都要注意 普通的 我们好像认为 现在冬天有暖气 夏天有空调 你不出乎 好像有的工作 也在家 确实感觉 人类生活好像发展了 对这个天气 没有特别的 注意的了 但是你不出门吗 你一出门就感冒 一出门 就感觉好像 有的一出门 就感觉冷了 就马上再回来穿衣服了 在屋里根本感觉不到 人慢慢的捐傻了 被这种假的空间给拘束了 全都是囚徒 楼房里的凡人 那么 像一些洋海地区 一般也是地震 水在多发的地方 即使人类再注意 也还不行了 来了才 怎么每天那些地方总得发点水 总是排不过来呢 总是建设不够的 可见 很多方面 人类做的还不够 那你不能到处都排水 这也是不得已的地方 另一方面 提前预知也是很必要的 今年这段时间 我怎么安排 提前怎么防御 怎么能说不重要 只不过现在工业文明 跟农业相差教育 但是农业方面同时同样需要 不能没农业 不能没繁殖 这大自然的产物造出来的 那是根本的根本 那对有些人可能相对差